這個我想因為我們在這個這個課程 有一些畫面 因為如果寫在白板上面其實不太方便 而且有時候不太好理解 所以我 在上課上我都有一個所謂的雲端白板畫面 如果各位比如說剛剛那個畫面像那個公示如果你 記不來不去記的話 這邊有一個畫面 我把畫面節錄下來 另外還有九九成發表 就點進來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那稍微找一下 基本上這邊九成發表 這個也有畫面 你把它關閉就可以 那建議是用那個 一定用Google瀏覽器 你用IE瀏覽器 有時候顯示上面會有問題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聚集 後面我們VBA的設計也都會 把那個畫面放上去 就是 基本上的設計方法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就是VBA的設計部分 VBA設計部分請各位把也是一樣 再複製一個後面加定存 VBA 那上面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確定跟清楚 那只是說這個地方運作的方法 是用 VBA來做 那VBA的話呢 基本上 大致上我們要處理一個範圍 有一些方式 就是說 重複性的動作的話 基本上在那個VBA 或者VBA裡面都一樣 是 用一個所謂的回圈 那回圈部分的話 通常 如果你要在處理有一個範圍的話 比如說我們從第四列 一直到第幾列呢 第59列 那我們會有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就是 我們從 4到59 它會有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我們可以用 4回圈來處理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要 建立一個VBA的一個副程式的話 剛剛錄製聚集它會自動幫我們產生 我們錄製的話它自動幫我在模組裡面 會增加一個sab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自己寫VBA的話 那我就怎麼辦呢 第一個 請到Visual Basic裡面來 對不對 然後呢進到裡面來之後的話呢 自己找一下模組 當然這個模組你用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比如說呢我們每錄製一次它會幫我產生一個module module的編號 比如說本來123 我這邊已經到3 那如果你要撰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 把它寫在 其實哪一個其實都可以 只是說你要稍微把它區分一下 哪一個module寫哪一個程式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撰寫程式 我寫在module3裡面好了 那我要怎麼樣 產生一個sab 其實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說呢在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插入程序跟自己打上去 插入一個程序 插入程序以後 它可以自動幫你 打什麼打sab 然後and sub 名稱的話我叫 叫計算 計算2好了 或者叫計算底線vba 這樣會比較清楚 vba ok 那它就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產生一個sab